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就是大风和降温 外头就跟大冰箱似的 真冷啊 今天还赶上个周一 甭管是早高峰还是晚高峰 做公共交通工具出门 那绝对是个正确的选择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的青年大街附近 此时此刻正赶上沈阳早高峰的一个尾巴 不过通过我们实际观察 目前路况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并没有特别拥堵的情况产生 而且通过今年早上我们上班的亲身体验 也发现了今天照比往常的周一 路况反而还要宽松许多 这与雨雪天际 不少伙伴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是分不开的 今天为啥选择坐地铁 打车不好打呀因为 弟弟也叫不到出租车也叫不到 今天路面上车少是吧 对对 感觉今天坐地铁的人比往常多 比往常多 往常这时候几乎没什么人 现在人很多因为下雪这东西 因为下雪了嘛 可能开车人就少了 基本都是坐公交啊或者坐地铁什么的 本轮降雪虽然从昨天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不过好在并没有下大的趋势 大家可以看到 只有像我身后这样的小马路呢 才会存在一定的积雪 而一些主干道路呢 积雪是很少的 并没有太影响交通状况 不过路面上的司机伙伴们 开的也都比较缓慢 一切呢以安全为主 今天早上开车路况怎么样 非常好 比我想象要好一点 因为我生完孩子以后 八点从家出来 然后路上的雪 没有想象的那么难走 所以我出来的比较早 但是我早到单位了 主干道肯定是没问题 小马路能稍微差一些 有那么一点 但是有点跑步起来 主干道是没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在人行道上以及自行车道上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积雪的 这样的路况呢 照比昨天还是要湿滑很多 今天路面上骑车的伙伴啊 也明显减少了很多 目前呢 环卫工人们正在抓紧作业 环市民伙伴们一个良好的出行环境 这场大雪感觉给咱们的出行造成什么影响 这场大雪没有太多的影响 这要比上一次影响小了很多 上一次就是下雪特别大的时候 那个地铁流量突然暴增 这次还行没有能量 感觉这个路滑不滑什么的一路走过来 不甚太滑 虽然呢 这场降雪并没有为伙伴们的出行造成太大的困难 不过呢 这两天还是赶上了一个强降温的天气 在这里呀 也提醒电视机前的伙伴们 一定呢 要增加衣物 把自己捂得严实一点 防止冻感冒 为了应对这次降雪 确保城市道路通行顺畅 沈阳市除雪指挥部 昨天发布了城市除雪四级蓝色预警 启动了城市除雪三级响应 雪一边下 环卫伙伴就一边扫 沈阳环卫还组织了机械化除雪 确保道路积雪不过夜 所以才有咱们今天相对顺利安全的出行 在这呢 小刚要给所有在风雪中尽职尽责 让咱们的城市保持正常运转的美丽身影们 点个大大的赞 谢谢你们 辛苦了 哎呀 今天这雪下的啊 虽然有的伙伴 有被堵的这个烦恼啊 有的堵的只鸡脑 有的伙伴是打车打不着 还有的伙伴是坐地铁被踩了好几脚 甚至有的上班都迟到了 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说 今天这场雪下的正是时候 特别合时宜 就应当这时候下 咱们呢 刨掉刚才说的周一早高峰 这一条不说 今天这个小雪的节气 那要不下点雪 多少只差点意思吧 没错啊 就是今天 二十四节气里边的 第二十个节气 也是冬季的第二个节气 但是啊 大伙别被我带跑骗了 所谓的小雪呢 指的 人家叫气寒而将雪 通俗的说就是天冷了 雪要来了 所以小雪啊 是用来代表这个 此时节的气候特征的 它并不意味着今天一定得是下点小量的雪 那不是啊 也就是说今天这场雪 纯粹就是为了增添点气氛 好雪之时节 该发生 它就发生 下雪是个凑巧 降温那可是正常 前两天咱就说了 得把那个羽绒服务查的都得找出来了 是吧 天要冷了吗 有的懒的伙伴还没翻出来的吧 咋样 就是出门后悔吗 打透吗 没戴帽子的 老瓜子冻的嗡嗡的吧 可别这样了 都上洞了 不冷它怪呢 而且这个上洞啊 可不是说就我们东北上不洞 东北有些地方早就上洞了 放眼全国 不少地方也都没躲过去 昨天中国天气网 人家又特别贴心地给咱们绘制了几幅 全国冰冻县进城图 从20号开始 一直到23号 一股寒潮是席卷了咱们国家大部分地区 这么一算呢 寒潮这来了得有几天了 预计23号也就是明天 明天早晨 这个零渡县就将要抵达长江中下游一带 咱们国家三分之二的领土将要被寒潮速冻 从这个地图上伙伴们就能看得出来啊 祖国大地一片蓝 这次降温可不善 预计这次的寒潮过程呢 也将要推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入东进城 很多城市都会冷若隆冻 这回可是真冷了啊 大伙发现没 寒潮这个词 这段时间咱们经常能听着 上一次寒潮是在这个月的六号 就是头大雪那两天 这才过去多长时间呢 你说这又一个寒潮又到了 那总说寒潮寒潮 到底这个寒潮还有咱总厅的冷空气 它俩有啥不一样的呢 这问题问得啊挺偏 是吧 这我干 你要不提前查了 我也不知道 寒潮啊 它是怎么指的呢 是来自高纬度地区的寒冷的空气 在特定天气形势下迅速加强 并且向中低纬度地区侵入 造成沿途地区大范围剧烈降温 大风和雨雪天气 但是这个并不是所有的冷空气 都叫做寒潮 冷空气它也分等级 划分为弱冷空气 较强冷空气 强冷空气和寒潮 四个等级 听这出场顺序就说明问题吧 寒潮它就因为制冷效果强 那俨然就是冷空气当中的 王者 因为寒潮属于冷空气当中的 它是王者 既然是王者 六号出现一次了 这怎么又来一次 这王者有点多少 这有点不太矜持啊 怎么老来呢 这么短时间出现两次寒潮 正常不呢 别慌 正常 气象专家说了 从历年的这个规律来分析来看 十一月份呢 本来就是寒潮最多的时期 你到再冷更冷的时候 因为啥 寒潮的要求这个降温幅度得大 刚才咱说了 你达到这个降温幅度那就不容易 你已经零下二十度了 你再降十度 那基本不太可能了 说白了能达到寒潮级别的 降温幅度非常大的 你再往后 这几天 往后这基本天很冷很冷 就没有那么大的幅度了 没那么大空间了 就现在这时候 零度左右 零度到零下十度左右 本来气温还行 不那么冷 这寒潮才能来回这么蹦的 一会来一趟 一会给夸杀十度 那既然这寒潮来了 既然注定 大幅度降温了 那伙伴们就别得瑟了 该多穿多穿 该食补食补 特别今天 有这个小雪节气在这跟着 这个时候适合吃啥呢 第一个 萝卜 冬天天气干燥 多吃点水分含量高的食物 对于补充身体所需的 这个水分有好处 萝卜水分大 萝卜里边还有膳食纤维含量高 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 第二个 羊肉 这个时候多吃点羊肉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加速你的新陈代谢 而且呢 羊肉大家都知道 它这玩意属于性温的东西 冬天多吃点这玩意呢 可以起到暖胃的作用 让这个胃啊 它的运动更合理 你看 这一说完 这不一道硬菜就出来了吗 是吧 羊肉的萝卜呀 当然了 吃好了 那也得穿好了 再次强调啊 这里是东北 现在是小雪 可变腊硬 什么帽子 微博手套的 该武装赶紧武装上 你要不武装 那不感冒 不感冒才能吃麻麻想 感冒了吃啥都不想 是吧 愿你逢冬多些温暖 血藏烦恼 好运常在 必兴 来啊 下面咱换一话题 问问愿意鼓的手机 玩短视频平台 看支部我的伙伴啊 你除了看这里边带货 卖啥呢 你买不 有的伙伴说 看他们这说的 天花烂坠的 啥啥都挺好 禁不住劝呢 然后出手就买了 北京有个女伙伴 也是看了直播 买了一个 不算便宜的东西啊 可是到时候以后才发现 这问题真不少啊 在镯子正中间 然后有差不多 一厘米 说话的是北京的正伙伴 他手里的翡翠玉镯 是在某平台的直播间买的 花了他3800块钱 可手镯到手后 他就发现了问题 一个长一厘米的小裂味 用手指甲一抠就能感觉到 正伙伴立马找到商家 可人家却给出大伙都听不懂的词 不是裂而是棉 不管是啥 手镯指定有瑕疵 就连专家也是这么说 判断这些东西有没有裂 说拿手啊 指甲去抠 熬出物品抠到 我们都默认为 这就叫有裂 专家说了 用面粉敷在手镯上 就能分辨浴食 有没有裂问 而正伙伴的手镯不仅有裂味 卖相也一般 就是积压货品只值几百块 好在经过沟通商家退了款 网络买东西慎之又慎 尤其像玉器类的特殊商品 可别轻易就出手啊 视频里被挡了脸的俩人 是网络主播 挡上脸 是因为他俩干了件挺丢人的事 视频左边这人姓朱 右边的姓张 俩人约定好 在同一时间直播 并以PK的方式视频连线 然后按照事先编好的剧本 找茬打嘴账 然后逐步升级 开始直播约架 起先看直播的人不多 可俩人的火药味越来越足 吸引了大量网友前去观战 眼瞅着看直播的人数直线上升 主播朱某更是把战场拉到外 跑到约定打架的地方 等着张某 他们这边愈演愈烈 接到网友报警的民警 立马出动 直接把人抓住 现在呀 朱某因涉嫌寻衅滋事 已被警方行政拘留 直播没下线 甚至触犯法律 这样的人和事 必须严惩 前两天 河北衡水一家医院 来了个90后的小伙 他说 自个儿眼睛看不清 医生一番检查后 发现他的视网膜脱落 好在经过手术 小伙的视力保住了 小伙说 就被手机砸一下 后果挺严重啊 小伙说了 自个儿晚上熬夜追剧 实在太困了 手机没拿住 一下砸到了自己的眼睛 起先啊 就是疼 可过了两三天 视力就开始下降 这才不得不来医院 医生说了 小伙儿是受了外伤 导致视网膜脱落 可除了这点 长时间过度用眼 尤其摸呵看手机 也会得这病 所以啊 奉劝各位熬夜古的手机 平板的伙伴们 别等眼睛出了问题 才去后悔 及时纠正错误 才是当下最该做的 爱宁正装 严重放假 大收关了 50万元现金工程款 一把付千元月注来瓜分 优惠通道已经开启 拨打02467968888 报名抢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腰痛 失眠 体虚 用百年丹 明朝经典古方 专制体虚引起的 腰痛 失眠 各类症状 传承百年补虚方 腰好又能睡得香 百年丹牌 顾本严林丸 大自然制药 下面来关注一下疫情 11月21号0点到24点 辽宁省新增 五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为大连市报告 今天大连市新增一处中风险地区 为干井子区南关岭街道 摇星社区摇北路25号 这两天快递上检测出新冠病毒的事 咱们没少说 那么阳性快递真会传染人吗 风险到底有多大呢 咱们赶快来了解一下 前不久 北京中关村街道某居民 在收到快递两周后 内包装检测出核酸阳性 该快递来自于内蒙古西陵郭勒 北京海淀疾控部门称 中关村街道的这一阳性快递基因片段 呈阳性 只能证明包裹曾被病毒污染过 至于病毒是否有活性和传染性 还无法得出结论 需要到国家顶级的实验室进行培养才能知道 这个核酸检测 它不仅仅活病毒 我们可以检测出来阳性 如果病毒失去活力 不具有感染性了 它依然能够检测出有病毒的核酸 这个快递经过了长距离 以及较长的时间运输的话 它的表面有活的冠状病毒的可能性 也比较小了 如果是实验室 它通过病毒的分离培养的这样一个实验 那就是活病毒的检测结果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赵卫教授对冠状病毒的研究已有多年 18年前 他的实验室就曾受委托研究非典病毒的生物学特性 并发现在温度湿度适宜时 非典病毒在干燥物表面可存活三天 至于新冠病毒在快递包装上可以存活多久 赵卫没有进行专项研究 但他和助手向记者模拟了这类实验的操作过程 把吸取五微生这样的病毒液 每一个点 当这个滴在这个表面上 表面要做一个标记 可以每小时取一次样 取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像我们采集那个烟饰子的这些 取完以后 我们就可以再通过TCID50的技术来看一看 在这个快递表面病毒的存活情况 赵卫告诉记者 对于新冠病毒的存活时间 柳叶刀杂志去年曾刊载过一项研究 在温度22摄氏度 湿度65%的环境下 新冠病毒在印刷品和保纸表面 只能存活三小时 在医务上可存活两天 通过阳性的快递来传播给人 这种可能性在理论上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通过它的传播途径 以及这个病毒在干燥物体表面 存活的时间综合来看 通过阳性快递 传播给我们人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这就是我们收到的一个普通的快递 如果来自于低风险的地区 我想就可以直接把它打开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觉得 来自于中高风险的地区 可以拿这个酒精的吸手液 把这个风口处把它喷一些酒精 在赵魏看来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取快递拆快递时都不必紧张 但对于境外和中高风险地区 发来的快递 也需要保持足够警惕 采取必要的消毒洗手等措施 在自己下单的时候 我们尽量地避免 来寻找那些在中高风险地区 如果来自于中高风险地区 我想警惕部门的这个建议 我们大家还是要尽量地遵守 这样的话 确实可以减少我们被感染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把它限定在 中高风险来源的快递的这个范围内 我想也不会给我们一般的老百姓 增加很多的负担 伙伴们 咱们做好防护的同时 各部门也在积极地行动 推出更加严格的快递防疫管控工作 这两天国家邮政局发出 做好冬春季邮政快递业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 严格按照所在地疫情等级 依法依规分区分级精准落实 对营业处理场所 内部办公场所 运输车辆 装备用具等等通风消毒防控措施 严格防范 严密防范疫情通过 祭地渠道去传播扩散 通知指出 近期个别地区发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 电商员工 祭地商品 进口货品 入境后 祭地过程中发现内建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阳性等涉疫事件 国家邮政局明确要求 个人交际零散进口货品的 如不能提供相关安全证明 并做内建消毒处理的 企业不得收集 企业对进口冷链食品相关邮件快件 在收集 分检 运输 投递等环节 实施分区作业 独立运行 根据疫情防控实际 暂停列为中高风险地区的社区村快件收集业务 中高风险解除后 快递企业要及时恢复 暂停列为中高风险地区的社区村快件收集业务 中高风险解除后 快递企业要及时恢复 低风险地区企业应综合评估协商客户主体资质 疫情风险 际地物品属性等因素 对于不能确保交接物品安全的协议客户暂不收集 啥时候都是安全第一 咱们也别嫌麻烦 取快递的时候 最好你把外包装给它扔漏 然后你再拿回家 然后一定要认认地洗干净手 疫情期间咱们多注意 多提防是准备错 说代别的 都市频道携手国大药房 城大方圆 养力方金三期联合发起 只要你安康健康辽宁公益行动开始了 传递科学调养方法 传播药膳养生理念 现在起光临全省城大方圆任何一个门店 就可以免费参与品养生茶 喝养生粥等等活动 每天持慢性病凭证到店的前十名会员 还能领取城大方圆 为您准备的暖冬礼一份 活动详情可以拨打电话 4006691818咨询 都市五块八 买二十袋再加送两袋 扫免二维码关注新闻正前方 微信公众号 找到都市会 尽享好市会 有时候一个错误举动 就可能危及生命 有时候一个无心疏忽 隐患便已发生 每年我国约有250万人 每天药物问题区院 大多是缺乏安全常识导致 只要你安康国大债行动 辽宁都市频道 携手国大药房 承大方圆养披方 金三期 八期健康辽宁 公益行动 贴心服务 传递健康理念 专业指导 助力用药安全 现在到国大药房 任一门店参与打卡活动 就有千份主持人 新春台丽等你抢 国大药房以专业之名 护万千家庭 山是云南的闻山 水是天然的山泉水 三期是无公害的好三期 无公害养力方 金三期坚持无公害标准化种植 全面通过211项 农残和重金属检测 好山好水无公害 七香浓回甘酒 养力方金三期 我是补肺丸 祖方源自600年前补肺汤 现代工艺把我密制成丸 全中药炮制 每丸种9克 如果你咳 痰 喘 你需要注意补肺 肺气不足 气短喘咳时 你还是需要注意补肺 这是我的身份证明 我能补肺益气 止咳频喘 治疗你的咳 痰 喘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输筋建腰丸 专要专制 腰制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推腾 我怎么看有的伙伙伴怎么现在就打哈去了呢 打左耳没睡好啊 是不是旁边人打呼噜声太大了 你看看 你看看 这点头的全是我的女伙伴们 哎呀 要说打呼噜这个事啊 呼噜声的发出者本人 大部分一般都不承认 谁打呼噜 我可没有啊 我从来不打呼噜啊 真的 这你要不给他录下来 他是绝对不再承认的 不过最近新疆乌鲁木齐 有一所高校的一个男生 那呼噜打的呀 想不承认都不行啊 全国都看着了 室友全都给他录下来了 不但录下来 还配合表演了呢 大伙也是没办法的 本来大伙都睡觉 但是这位呀 呼噜声实在是太突出 把全寝室的人都给吵醒了 也是年轻 大学生嘛 潜力无限 醒都醒了 来吧 开掌 那头拿手机录像 醒了的人呢 就着这个呼噜声就开始 无实物的表演 有俩人表演拉锯的 你一下我一下 自嘎自嘎 拉大锯扯大锯 寝室里边看大戏 还有上铺 还有两个 据说他俩表演的是 拽电锯 一直跟他拽 第一张还有一拨呢 划船的 那呼噜声就好像喊耗子似的 划船这几个 一二一二 反正是这几这几组啊 不管哪个 配合的都是天衣无缝的 还有更绝的呢 一会旁边寝室听见动静了 偷摸开门一看 你就入干啥呢 这一看不得了了 细经附体啊 来呀 划船PK 划船PK 立马在地上又成立了一支划船队伍 还给整成对抗赛了 一个队就喊了 通州嘛攻击海上路 好子嘛遗憾浪靠边 那呼噜声 另外那个队就喊了 往往头上天外天 走走脚下一抹平春 这呼噜声还是 伴奏 关键别人这两些人 跟这玩的这么热乎 咱就说睡觉那位 毫不知情 呸音呸的还是相当投入 相当的有节奏 节奏非常云溜 旁边还有解说的 下面到了最激动人蝎的时刻 我们看到两队赛艇 几乎在同一条线上 冠军将要花落谁家 我们拭目以待 当然了 电锯队那选手 至今还没有发动机器 可能要加油了 木锯队可要开始发力了 冠军马上就要产生 加油加油了 这解说也累够呛 不得不说这帮孩子太会玩了 打呼噜那个你也睡得太死了 确实是啊 都折腾这么热闹了 还没醒啊 睡眠质量也真是杠杠的啊 上学的时候住寝室 确实有这样的 特别难生寝室 整不好就赶上 有人打呼噜 这个事吧 你说反正晚上也是没招 要不咋有人就提议呢 说开学分配寝室之前呢 最好做个调查 把那打呼噜的 和不打呼噜的给他分开 睡觉清的和睡觉沉的分开 最好把那个习惯早睡的 跟习惯晚睡的也给他分开 这样的话呼不打扰嘛 是吧 有的伙伴就说别提了 一把心酸泪啊 我曾经有一个室友 那打呼噜好比山翔 你推他一把 他还说呢 干呀 我没睡着啊 你看 不过咱们要从医学上来说 打呼噜这个事还真的引起重视 打呼噜 名词叫打憨 是睡眠当中 是因为上呼吸到狭窄 使悬涌垂 就是咱们这个常说的小舌头吧 发生震动 发出来的这个憨声 胖人 还有咽喉这个部位啊 肌肉松弛的人 还有嗓子发炎 发炎可能也是肿大 是吧 就这地方肉要多了 要肿大就容易打呼噜 还有扁条体肥大 舌部过大 以及过度饮酒 都会引发这个打憨 咱们说偶尔累了 或者说喝多了 这种外部因素 让你打呼噜了 这个基本没啥大事 但是如果你要长期打呼噜 和这个打呼噜声音 你要是特别大 这种伙伴 就得要考虑是不是 你得了这个呼吸暂停综合症 也就是说你在睡眠过程 全过程当中出现了 呼吸暂停 还有血氧减少 血液里边氧气减少 也就是说你整夜啊 吸进去的氧气 比正常人要少 你这样时间要长了 就会影响记忆力 还会引起各种疾病 你想你吸入氧气少 你大脑缺氧啊 所以说伙伴们 对打呼噜这个事啊 还真得重视起来 大伙也来说说啊 你算是哪种类型的 是一见到天亮那种啊 还是稍微有点动静就行啊 你们家里有没有打呼噜的 你本人打不打 对于打呼噜这事 有什么回忆 有什么故事 微信平台 欢迎给咱们讲一讲 说一说啊 还得来关注一下天气 老话说啊 下雪不冷 化雪冷 再说了 这次的这个冷空气啊 还有个主要任务 就是降温 咱刚才也说了 听说明天 可能是这周里头最冷的一天 小北啊 明天咱们全省各城市的具体 什么天气情况 赶快给咱们详细说说 欢迎来到东西西向站 我是小北 其实到了下午4点钟左右啊 沙昂的降水呢 就已经在陆续的结束了 到了现在的这个时段 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来看一下啊 此刻的这些主干道上面啊 只能看得出来还有一点点的这种湿滑 颜色会比较深 但是呢 已经完全看不到有雪的身影了 不过呢 我觉得此刻室外 大家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冷 真的是实打实的 很冷 像现在呢 沙昂的室外温度是只有零下五度 其实这个时段会发现 出行的人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真的每个人都把自己捂得 特别特别的严实 尤其是我今天下楼的时候 特意啊 把手套都戴上了 因为下午我出来的时候 被这个北风给吹的 感觉这种冷意是刺骨的 所以说还是保暖为主啊 大家晚间有出行需求的话 一定要把自己捂得非常的严实 那今天夜间呢 省内的降水就全部的结束了 明天阳光登场 全省都将会是以情好的天气为主了 那积雪呢 也开始会陆续的融化了 但是降温并没有停止 像明天白天 咱们辽宁中部以东的城市 甚至是会比今天 还要再更冷上一些全省的 最高气温是在零下四度到零上五度 那早间呢 像辽宁东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 甚至是降至了零下的十度以下 而且全省普遍还会有一个 五到六级的北风 所以明天真的是嘎嘎冷的一天 各位呢 出行一定要注意好保暖 要多穿一些 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 同时呢 明天也要记得打好提前量 注意出行安全 那目前室外的情况就这些了 来看一下我们各地的城市预报吧 小短气管炎 认准咽毒 酒病根 抗复发 024226 7676 传统工艺 古法考制 色香味俱全 致凤香烤机 香而补异 美味双花 健康万家 铁西云峰北街 双花旗舰店 欢迎您 沈阳多云转 冬天一来呀 羽绒服又迎来了 专场展示的时间了 现在我看周边小伙伴们 几乎没有人 没有谁是一件羽绒服 一个冬天穿到底的 是吧 咋的也得换几件 那晚上埋在那 随时可以换洗嘛 那就得问问大伙了 平常你们都是 咋洗这羽绒服的 最近老能听到这 说洗衣机洗羽绒服 发生爆炸的事 这晚上挺吓人呐 那为啥洗衣机 洗羽绒服能爆炸呢 洗别的就没事呢 因为这个羽绒服啊 它一般都是用特殊的涂层 防止钻绒嘛 透气性就不好 就不如普通的衣服 如果要受到 这种强烈的冲击 或者说被洗衣机 那么高速一搅拌 一窝窿 就有可能发生爆炸 它的气体出不来 所以说专家给咱们建议呢 尽量手洗羽绒服 洗干净以后 不要去曝晒 最好自然晾干 哎呀 你是那么一大件衣服 手洗下来也挺累 机洗呢 其实不是完全不可以 大伙记住一点 记住尽量别用甩干功能 就能差不少 损失是超严重的 衣物那些东西都好说 但是我这两部手机加起 就是咱们说折水 就一万块钱 消防喷头出状况 客房里头变了样 客人物品糟了样 相关损失咋赔偿 妈妈去过很多地方 可是她说还是辽宁好 不光是好玩的地方多 好吃的更不少 我的口水 走在这红墙里 空气中都透露着历史的味道 街上的车水马龙 晚上的灯火水灿 时刻提醒你 一天三顿小烧烤的魅力 可别小瞧了烧烤 在井中 那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妈妈说 辽宁新鲜好玩的事很多 我想赶紧长大 去发现 去体验 每一位来辽宁的人 其实在和我们一起 发现 我是补肺丸 祖方源自600年前补肺汤 如果你咳 痰 喘 你需要注意补肺 肺气不足 气短喘咳时 你还是需要注意补肺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书肺健健腰丸 专要专制腰肢肩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今天晚上有下馆子的伙伙伴们 不用警惕性那么高 认识这么多年了 大伙应该有这种眼力 我能说你一说去 我就跟着去吗 你不信你把地址杠我 你吃吃 反正这些年没一个杠我的 真不上当了你们 是不是以为我跟你们去饭店 咋的 我要吃饭呢 我唱了一口饭吗 我其实我是想跟你们露两手 我这手艺我跟你说 正经可以呢 有的伙伴说了 你拉倒吧 编你都不会编的 人家的后厨都嫌人免劲 再说了 就算让劲 谁瞎管呢 还自个儿炒菜下 那在家吃好不好呢 咱们那饭店的刀更快 火更硬啊 你看看 这话说得这么有劲呢 但多少有点鲁莽 你别说 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个 进饭店不吃饭 直接先奔后厨的 咱们看看 就是这图片上 打码了 图片上这人 山西常治人 他姓自明谁 咱们不知道 估计情况他自己也不愿意透露 毕竟这玩意这回上镜 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不是露脸的事 咱们暂且就管他叫大胆吧 17号那天呢 这个大胆 那火机火了的就跑进一个饭店里了 速度有多快呢 收银台里边坐着的服务员 还有忙活的这些人 都还没反应过来呢 这大胆 蹦着后厨就撩不去了 直接就撩到后厨了 给服务员都给整蒙了 什么玩意 啥意思 谁呀 咋的了 这人是干啥的 大伙你瞅我 我瞅你 都没弄明白 这人要干啥呀 怎么着饭店抽啥 这是以迅雷不及仰耿盗铃之势 给大伙一个猝不及防 杀到后厨 这大胆啊 跑进后厨 先是切堆 后是颠勺 给本来人家那厨师吓一跳 怎么着 咋场子来了 阁下你究竟何人呢 忽然来抢我饭碗 是不是有点太不讲究了 哪天相聘的你是啊 还没等饭店里的人反应过来呢 紧跟着这大胆后边 又进来个交警 进来撒们一圈 也是直奔后厨的 一把就把这大胆 就给耗出来了 来来来来 就你就你 你记上违亲 我就不认识你了 你在这干啥呢 这大胆啊 还挺理直气壮的 咋这 菜少咸了 有啥话好说啊 你还至于上后厨 抓我个厨子吗 我还没到下百点呢 啥话说呢 锅包肉还没开茶呢 等会啊 这么一说这话吧 谁搁旁边一听 都以为他就是厨师的 是吧 但是你是骗得了 我们就骗不了饭店里边的 其他那些工作人员呢 还有交警啊 饭店人说了 不对啊 三号桌 根本就没点锅包肉 不是 那个什么三号桌 锅包肉 他根本就不是我们厨师 虽然你也是脑袋大 脖子粗 但是你指定 不是咱们家的伙福 你说说吧 我们一天营业额多少 不对 这不是厨师管的事 那个 你说说吧 哪个是酱油 哪个是陈醋 葱花 蒜末 它都在何处 这你给我指出来 来 多么尖锐的问题 一下就把这假冒厨师 大胆就给问住了 交警这时候也乐了 你呀 差不多得了 这时候你再装 就没啥意思了 奥斯卡也不能给你 搬小金人 你那车还在外边停着呢 你撒牙子往饭店里头跑 你行我没看见呢 过来来 说吧 喝了多少啊 这回大伙明白了 是吧 那为啥就大胆上饭店 不吃饭 直接进后厨把活干呢 喝酒了 不光喝酒了 喝完酒还开车了 这大胆啊 跑进饭店以前 本来是开车呢 而且刚喝完酒就开这个车 要不怎么管 叫大胆呢 酒后开车 本来这胆就够大的了 开着开着 哎 他看到了 前头有交警 给他查酒驾呢 完了 这不撞枪口上了吗 往后哨 往后哨不太好 太明显 往前开 往前开 整怼在枪口上 不行啊 这时候 哎 他就往旁边一嗓嘛 正好 看见这家饭店了 灵机一动 往旁边一打轮 一脚刹车 我把车停路边 然后呢 下车自个儿 叮叮光光 着急忙慌跑进饭店了 之后就发生 刚才这一幕 进去装厨师去了 嗯 他以为 自个儿躲进后厨了 把外套脱掉 装个厨师 能躲过交警的眼睛呢 结果呢 你有点想多了 白忙活了吧 啊 当然这也是 意料之中的事 把他抓住以后 经过检测 这大胆啊 已经达到 最佳的标准了 喝酒不开车 这个话呀 这我说的 我都讲 我自个儿都讲 自个儿磨叽了 但还有人 就不往心里去 酒后开车 是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啊 千万可不能 心存侥幸 以为说交警不能查 不能那么点倍 什么叫点倍 咱这么说吧 被抓着你啊 这算好的 抓不着那才可怕呢 你说你喝完酒 肆无忌惮的 懵哒的就那么开呀 那不一定发生啥事啊 到时候你再后悔 那就完了 酒后开车 这个傻事 咱可千万不能干啊 这正是啊 饭店来了陌生男子 二话不说 他装称厨师 交警到来 真相大白 酒驾违法 不要尝试 这个天冷的日子啊 总是想吃点热乎东西啊 暖暖胃 今天都市会就给咱们大伙啊 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寒冷的冬天 吃的这么一个山药面条 加入了陈吉铁棍山药的面条 更加营养健康 吃起来是Q弹爽滑 就像手擀面那么筋道 虽然大伙现在生活条件好起来了 可是吃饭呢却越来越将就 今天都市会呢 直接给都府们带来了众多 养胃达人的心头好物啊 铁棍山药面 它是用陈吉铁棍山药和小麦粉 蒸制而成 采用三饧三蒸的非宜工艺 面条呢 尽党 舒坦 不糊汤 营养丰富 今天呢 都市会推荐给大伙的 三十山药面呢 是干面保质期呢 是十二个月 好储存 想吃的时候呢 只要三五分钟 就能吃到一碗 暖清暖胃的山药面 营养易消化 现在呢 可以说这大雪 也是一场接着一场 家里呢 平时可以多备一些食物 有这山药面 在家里一放 什么时候 您都不用慌 山药干 加上我们当地 非常有名的小麦 用这个石墨 一温慢速研磨 给它打成小麦粉 保证这个小麦粉的原汁原味 就像我们小时候吃 那个小猫轮辣墨 那个面粉一样 最大的特点就是 三饧三蒸 和完面之后 要在我们的这个 饧面炒里边 饧两个小时 第一次压面之后 我们还要再饧三十分钟 三蒸是三分钟 这三分钟是用 一百二十度的高压去蒸 让那个麦香味 迸发的特别足 这个出来之后 它就是熟面了 热乎的 哇 麦香味 首先麦香味特别浓 而且吃起来就特别筋道 对对对 因为我们这个是 一百二十度的高压 我们最后一道 省面工具 工人会在这里用手工 把这个面盘制出来 最后进行一个饧面 让我们这个面条做到最大的一个筋道 做到最大的一个爽滑 让你吃了之后 口感特别弹牙香 这个面条大伙看啊 一个袋里面的是两个大面表 这个面条的特点就是它特别的出素 大伙看这一个大面表就做成了这么一大碗的汤面 这个面条做我的感觉就是特别弹牙 特别的筋道 面条本身就养胃 而且我们这是山药面条 所以吃完之后胃里特别的舒服 山东陈井镇的铁棍山药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是可如药材的山药品种 富含丰富的蛋白质 维生素 多种氨基酸和矿物质 咱们都说会定制的山药面条呢 选取每一根纯极铁棍山药最精华的部分为原材料 搭配上成熟饱满的当季小麦 做出的山药面条呢 富含膳食纤维 麦香味十足 易于人体的吸收 您可以用它做打卤面 炒面 火锅面 因为原料好 工艺好 所以它非常的筋道 煮起来完全不胡汤 都时会 都时会 营养古道山药面条 180克一道 现在特惠活动价 十道装仅需要55块8 相当于一包才5块多钱 一包能煮成两大碗 一碗面才合到2块多钱 这个价格平时市面上您可买不下来 买20道 再加送两道 无法制作 麦香十足 爽滑劲道 方便营养 咨询电话系好了 4009002125 来一碗热腾腾的膳食山药面 容易嚼还好消化 营养丰富 而且是古法争执 非油炸 既有麦香 还有山药香 入口是丝滑筋道 吃一碗暖身养胃 扫描屏幕上二维码 关注新闻正前方的微信公众号 在底层找到都市会 点进去 就可以抢购都市会定制的正宗铁棍山药面条了 对了啊 伙伴们一定要认准一信来的这个界面 上面有咱们都市频道主持人的照片 这个才是咱们都市频道 聊台都市频道的都市会 大伙买到手的产品和这个外包装和都市频道都市会商城图 在图片上展示的是一样的 咨询电话4009002125 城市会定制健脾养胃的山药面条 精险山东优质小麦 搭配国家地理标志的陈级铁混山药 骨发石墨 低温研磨 山药加小麦 营养更健康 三性蒸制 非油炸 无添加 麦香十足 筋道爽滑 每道一百八十克 十道只要五十五块八 买二十道再加送两道 三面二维码 关注新闻正前方 微信公众号 找到都市会 尽享好市会 冷空气一登场真是透心凉 风飞扬 老话说嘛 忽冷忽热爱感冒 咱们这个保暖工作必须得做好了 时的会儿的整点热乎水喝 就挺愉快 暖身还暖心 今天给大伙送出来的福利啊 跟水就有关系 我一说有的就知道了 就是免费试用15天的沃克净水器 龙头 管件 配件 设计 安装 这些个一概全都免费 之前说烧水 说有怪味的 有水垢的 停水 然后再来水了 有杂质的 你把它按上以后呢 你可以对比一下 看看这效果怎么样 这回呢 不光能把看得见的这些 铁锈泥沙过滤掉 看不见的细菌病毒 微生物 也都一概过滤的干干干干干的 就连这个水壶啊 你都不用再清理它了 沃克净水器免费 可以适用15天 适用如果满意了 总价格2588 可以分期给 一个月199块钱 13个月付清就行了 不满意 无条件拆走 注意 一分钱都不收 家里边没有净水器的 或者说正想要安一台的伙伴 大伙不妨试试 现在定机呢 送价值198块钱的前置过滤器 要不分期一次性付款 厂家还加送蚕丝被一床 电话大家寄好了啊 400-024-3588 良心是金 仰立方金三七 七香浓 回干酒 就是这个玩儿 健康是金啊 仰立方金三七 输筋剑腰丸 传承400年陈礼记制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输筋剑腰丸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我是补肺丸 祖方源自600年前补肺汤 现代工艺把我密制成丸 全中药炮制 每丸中9克 如果你咳 痰 喘 你需要注意补肺 肺气不足 气短喘咳时 你还是需要注意补肺 这是我的身份证明 我能补肺益气 止咳平喘 治疗你的咳 痰 喘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还有一个多月呀 这2021年可就过去了 剩下这一个月 对于不少的伙伴来说 可能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月 你看这一个月是收尾 是总结 也充满了对新一年的期盼 在这儿呢 告诉大伙个消息 艾琳整庄 为了回馈这一年来支持 是信任他们的客户 顶住了这个原材料价格 不断上涨的压力 在年底呢 狂撒一波福利 在保证原有价格的基础之上 又拿出 特别拿出了50万元的工程款 给前100户报名的业主 反馈回馈 好家伙 这相当于给每户 平均又省下了5000块钱 怎么样 伙伴们想装修的动心吗 花一份钱 不光把家里边装修的 立立正正的 还能获得45000块钱的 17件精品家居 以及什么造具 热水器 净水器 空调洗衣机 像这样的家用电器 还可以升级乳胶器和智能马桶 外加减下去 那么多的工程款 听上去是不是 简直划算的 就不能太真实了 不过 大伙放心 艾琳整庄 那是终身至宝 21年的集团企业 那实力不是说着玩的 11月27号 下午的1点58分 到艾琳整庄 抢定年底的最后幸运 给家人去打造一个 温暖舒适的家 记住抢位电话 024 6796 8888 024 6796 四个八 下面是赛特奥来 二期一周年庆 互动时间 来看微信平台的 大伙留言啊 刚才说到打呼噜 有个伙伴默默给咱们留言 他说哎呀 哎呀我这天尴尬呀 关于这打呼噜 我就说一句话呀 每次夜里惊醒 我都在疑惑 这是谁把摩托车开屋来了 每天我都准备个棍子或者擀面杖 随时捅过打呼噜的这个生源地啊 每次打呼噜 老公打呼噜 我们一岁半的宝宝 就在睡梦中到处爬呀 我能忍哪 但我觉得这宝宝这一天天太累呀 这孩子你说难为这孩子了是吧 但是说是说笑是笑 刚才咱说了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个事 你老公如果说打呼噜赶上拖拉机了 那你要这么打的话 一定带着到医院看一看 这个不能忽视 这个不是小问题 咱们把这个 它是可以调整的 把这调整过来 不能就这样 那不行 不管是你们受不受影响的事 对于他本身的身体健康也有害处 有这方面问题的 赶紧去 赶紧去治一治 接着说新闻啊 葫芦岛的宋亚惠 跟他的丈夫 同些日子来沈阳出差 这两口子为了方便见客户啊 就住在这个沈阳市沈河区 小南街的君如酒店 可是这个月16号 他俩住这房间里边 突然发生了一件事 打这以后啊 他们夫妻俩啊 跟这酒店呢 可就是针尖对卖忙呢 我们都住好一天了 都已经住十五天了 然后昨天我们就是 约的两点出去办事 然后约的客户 然后那个就是我都穿完衣服了 然后我老公刚刚要穿衣服 然后就听那个上边趴架一下着 就是他那个房间内的那个消防喷林 突然就是爆了 就往外喷水去了 他们说因为事发极其突然 他俩顿时陷入慌乱 特别大 因为我拿就是当时爆完的时候 我把就是 我说让我媳妇赶紧打电话 我说王五就上去拿手捂 我看能不能给他捂住 根本就捂不住 知道吗 那手就是那水流 把那手打的都特别大 然后我们就喊人 喊人然后人上来 然后他就穿了一个裤头 他们就先扫水 也没有人说的啊 那个你先给我找个房间啊 就是说把我把人先那个啥 别弄感冒了啊 对安顿一下没有一个人说 他们说酒店的应对 当时让他俩有些不满 随后发生的事更让他们心寒 我老公这手机根本就不亮了 已经开不开机了 就是报废了 然后我这个摄像头整个都进水了 已经看不见了 这两部手机就是损失是超严重的 医务那些东西都好说 但是我这两部手机加起就是 咱们说折水就一万块钱 当时跟他提出要求就是说 把我们的就是财产损失 就是水泡过的东西 就不能用的东西 把我们赔了就可以了 但他们说 只能把我们烘干 让我们就是减免房费 剩下手机他们不管 因为他们说就是我们在房间 那个东西爆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所以说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们虽然没明说 但大概就这意思 有抽烟的吗 没有 当时没抽烟 他们说酒店处理问题的态度 他们没法接受 就那意思他们房间里也没有监控 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办 他们也查不出来 但是我在你们酒店住 我的人身 我的财产受到损失 就跟你们有关系 为了对这件事了解的更全面客观 记者向酒店提出了采访的要求 工作人员说 酒店不是要推脱责任 而是希望顾客通过法律途径 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我现在走法律途径 我进去取证拍照片 房间就是什么的 就是照片取证 现在他们都不开门 说他们维护 门不给我开 那我们法律途径也走 我们自己办法我也得想 因为记者没进去出事的房间 而且酒店方也没有接受采访 提供自己一方的说法 所以到底是不是喷林系统 故障导致的喷水 现在也没法下这个结论 不过客人住在酒店 酒店是有责任保护 保障顾客的人身财产安全 如果说因为酒店的过失 导致顾客人身财产损失的话 酒店是必须要予以赔偿的 这个你躲也躲不过去 所以这个事啊 酒店方面要认为自己没有责任 也完全可以拿出来自己的证据 话说回来了 一家酒店要想做得好啊 客人应该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那才对的 好歹的别让人寒心呢 前面咱们说这个小雪节气 这场雪挺应景 沈阳的公交地铁 今天又迎来了客流的高峰 高速客运方面 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现在出行情况怎么样了 稍后的新北方详细跟大伙说 好了今天咱就落到这儿 明天晚上4